因為他自己也前後也是說很確骨神 就從他自吃片尾裝就知道說他是來高雄招人 便當的話是我們太宿舍剛好有開火 我們就包了一根便當來請食用 然後是因為然後後來那時候他坐在那裡 就是好像有客人就是要吃便當又有困難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 我就詢問是不是看他是手 因為他手好像有點不方便 我就幫他開了便當然後就開始餵他了 總共餵了多久 我大概也二十幾三十分鐘有 然後我就像這樣子分整 然後就是這樣問 你那時候沒有想說要拿個椅子來坐嗎 或是坐在旁邊嗎 因為他那時候行李是放在這裡 然後我就也沒想到 我就說這樣子餵方面可以真面的看得到 他不知道他有需要 可以提醒 隨便當記者全民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你 如果我經紀錄 照片一千元 影片兩千元 最多你一支付 只干機構 你爆料我捐款 謝謝 谢谢大家